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人物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我们新建的整个基地的核心大厅 看得出来非常的壮观且恢弘 大厅角落里还放着目光之眼 可以定位到目前游戏的三大特殊boss 我在上一集也说了 我是准备用一个传奇法师之姿去挑战这三个boss 但是呢 有一点很可惜 就是没有抓到一百血制的学者 这个一百战士当然也不入 加物理伤害 然后减技能的CD 还减伤加伤害什么的 但是我们要玩法师的话还是要学者 他会加你的那个法师伤害 然后有法术吸血 还会有概率刷新 所以这很强 不过96也勉强够用了 那么装备的话也已经更新到了影乐套装 一身紫色 这就是顶级装备了 配件我用的是冰冻地穴碎片 它也是加这个法术的 暴伤暴击还减几等等去 那么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两个技能 一个是水晶缠绕一个是获得连射都是法术伤害 并且这个技能还能在攻击的同时回自己写 当然也能回队友写 总之 想成为一个传奇法师 我已经是完成了95%了吧 就只差那一个百分百的学者 但是死活都抓不到 除了我们上一期有一个100的学者 但是不是被误杀了吗 所以说就没有了 只有一个他 这是100战士 这个是93的学者 这个是100的无赖 也就是说我们还差一个100的猛兽 还有一个100的学者了 给大家现抽一款新鲜的 看了没有93学者 直接克了 OK 93学者的话你看可以提高法术伤害 12到25 减少冷却8到15 还有偷取 但是你只有是100%才会有全部效果提升 并且上面这些特效也全部拉到满 所以93和100其实差的挺多的 这个人物抽血的话抽到100会死 所以说的话平时要给他多吃点好的 比方说这个鱼或者这个鱼 上面这些老鼠耗子 还有这个肥虾虎鱼 是只能加他的生命值 我们家好鱼没有 但是老鼠罐够 这个大堂两边你看 还有一些雕塑 但是只是装饰 他没有办法激活什么能力 但是你只要打败这三个boss 他就会给你一个特殊的建筑 放在家里面就能解锁这种特殊的能力和buff 所以说这三个boss是一定要打的 巨兽戈雷库什 曾经是德国拉军队中的一名忠诚猛将 据说他在吸热鬼领主被击败后发了疯 因此没能保护主人而羞愧地砍掉了自己的 剑 臂 在失血过多之后 他迷迷糊糊地走进了荒野等待死亡 但诅咒森林的腐化力量并没有让他如愿死去 而是带来了更加糟糕的后果 所以他的手就异化了 他本来的手里面他自己砍掉了 来啦 赶紧把他打死 玩啊母鸡还吃鲜残的 打得那么快啊 哎呀母鸡吃鲜残的来了 没用啊我太晚还得再打一遍呢 我要单挑这个巨兽 你说的 我说的 精灵之舞 再次释放会把小精灵弹射出去 120一下 这个球是72暴击的话 这都能没跑出去嘛我做到边边上了 我无所谓我掉了血量性就行了 1 2 2 3 4 1 3分之1 我跳我吗我要等着他跳呢 3 5 4 2 4 5 4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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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往哪條的?喔,是小小怪的 他往哪去? 他往哪去? 好,我去 小怪 小怪的誤抗很高,法抗很低 小光球 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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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後面沒血了,我們就放個大招,這大招要下載原地失傷害 容易掉這取消血 比方說如果最後一波,他快死了,我記得我可以放了 這個小狼我發現他並不是想打我,我感覺他躺在我旁邊騷,你知道嗎 就想躲我的球,然後在我旁邊騷 找靈魂,靈魂想打也可以打,他血還是比較薄 他打的會重新招 這個階段就很煩了,因為兩人會連衝,無限衝 要打掉 也不叫重新招吧,他就會慢慢回血 相當於重新招 完了,沒位移 吐了吐了吐了,吐了吐了,沒位移太吐了 最後20% 刷新記得 我感覺我很容易這個手暴斃,環環,我感覺要暴斃吧,太大了,太大了,我感覺要我要死了 也沒加 해외 也沒加補了血 最後一次了 卧槽最后一丝 出事 卧槽也出事 卧槽差一点点 单挑巨兽成功 你们是放这儿了是吧 那正好我放在右边了吗 看一下这个buff 大算和神圣抗性 还有移动速度5% 抗性和移速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现在身上这个百分百刺客也是加的移速 那我现在跑的屌快来 人家我们来比一下 我们从这个大堂的这边开始跑 一直跑到底 看你先倒啊 来 3 2 1 走 人家怎么跑的还没我呗 废话我用的是学者 我用的是学者 来来来 再来一次 我让你们先跑 好吧 来 3 2 1 走 你叫什么先跑吗 神哥 快不快 你跟狼的速度比比 好好好 跟狼的速度速比比 3 2 1 走 还是比狼快一点 基础的15点抗性的话是可以减少22.5% 然后这个大算和神圣的话拉到65是减少32% 那我再喝一瓶神圣药水看一下 再加75 140的神圣抗性 减少70% 三大终敌boss 我们之前巨兽打完了 然后现在打这个代翼恐怖 然后最后去打这个 索拉鲁斯 曾经是德古拉最喜欢的宠物之一 这只怪物在德古拉死后为他的主人守了整整七天七夜 忍受着不断从天而降的剧毒血雨 浑身都被血水尽透 因此诞生了这只残缺不全的怪物 这个家伙怎么有点像猩猩 我去天上看你们打啊 他不让我上天啊 我的天哪 我不管 我就要上天 这个家伙带一个烈火永远燃烧 你想关战都关战不了 他会一直烧你 你没看到有一个减三减三减三吗 变了变了变了变零双了 他是buff型的技能 但是可以用那个人来解 可以用那个能量技用来解掉 然后我接上天 我来当一个战地记者 你能在天上能看见吗 看得见看得见 你看见他在斗子看不见你们 哦 是的 看得到boss看不到人 你看见我了吧 看不到 只能看到 哦 我看到你了 什么 我就在你宝贝啊 你怎么看不到我 只能看到boss看不见人 太可惜了 我现在正在天上 等待boss死了 我就垂直起降 你还没有试给人 我来试一下这个大招 卧操 打多少伤害 172加100多加一个40多 伤害不错呀 就我又打了三段 你也要好 你也要好 下来吧 哎不是 应该相信吧 我是蝙蝠状态是不是 但我还是在战斗中 而且我在天上今天还能知道这个七双的效果 西维斯的冷双 使移动速度加低百分之五 太可怕了 这玩意 我这玩意叫蝎尾斯啊 对 这蝎尾斯跟战斗女的根本没法比 是啦 那战斗女的蝎尾斯是什么东西啊 啊 哦 战斗女的 我灵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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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边 对 你看这家伙的长相你也能看得出来 他跟那个战斗蝎尾斯不是一个级别 他是蝎尾斯 但这个蝎尾斯和战斗女的蝎尾斯差的有点多吧 关系蝎尾斯 死亡爪的兄弟 死亡爪的兄弟 哈哈哈哈 死亡爪的兄弟白给爪 恐怖爪 白给爪 哇 这家伙能飞得比我还高耶 我在旁边挂战的话 当然要从 跳跳 人家帮我看一下我在这个用Q的时候 就是那个东西是会从天上吊起来的 怎么打中塔呀 你看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特效 就是他不是从天上吊起来的吗 这个东西 不是 他怎么冲的这么快 就是远高啊 我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白色的 人形 棍状屋 就是被斗生别人 人形棍状屋可还行 对 雷魂低档 是跟每个友加的吗 为什么他不抵 对可以给队友加 哇他这个技能 我上去 没有跑哪 游戏里的弩 剑为什么射的距离这么近 导致完全没有法术好用 你知道吗 而且弩射击还有延迟 这有带一恐怖真厉害 躲在队友身后 躲在队友身后是最好的 他连召唤都不会吗 不合理吧 但是我们这么一群能打他 你要是单刷他 不合理 实打出来 单刷我感觉更加 距离就行了 我也不从你跟他近战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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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飞呀老子 他大黄星云了 他大黄星云了 他放冰刺 空 空距离就行了 他是云 大黄星云 大黄星云 哎呦 哎呦 这地面好像过不去啊 就不过去 这边是谁啊 这玩意又来 这玩意真是贴到飞来飞去呢 飞的手打得到他吗 讲道理不如兽 上上上上 来了 我真的不如巨兽 讲道理不如巨兽 毕竟巨兽是格武拉的干净呀 这个是格武拉的丑陋 我大黄星云 来啦 又放那边啊 灵魂击大了 我靠 巨兽 他怎么也会 哎呦我怎么没击出来啊 那个巨兽也会点手啊 电手 那边不会点手啊 有脚都会点手啊 跳了 我看见魔机碰到 确实 我跳到一半他飞起来的开心 哎呦这什么技能 躲在队友身后 队友身后会自会那什么大问题 队友躲呢还会吃到那个地霸 不是,那个球,就是地上不带火焰的那个球是会被队友完全挡住的 对就这个球 诶不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击退啊,是我卡了吗 他死亡三米的,死亡有那个击退的 有是吧,诶,死了 就这了 太拉了 还不如狙兽,来得正好 太拉了太拉了 不用打我 还不是狙兽,还是狙兽钱 冰霜漩涡 拉向中心诶 诶,每秒钟480魔法伤害 持续6秒钟 还送100 那这伤害也太恐怖了吧 法系大招,法系法师的传奇大招啊 11环魔法是吧 竞数 哦,银气和火焰抗性 哦,法树伤害 哦,法树暴击 法树暴击 我操 邪恶先知的宝石,安排上 帅呀 571 其他装备就凑合这些东西吧 我刚刚看到那个箱子里面的药我就拿出来了 知光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知光者长得也很漂亮 他还走猫布呢 他眼睛跟我一样是个紫色的 他眼睛跟我一样是个紫色的 可是为什么他的紫色 他为什么紫色 他的颜值和我不分上下 好,妙碎角啊 妙碎角啊 啊 妙碎角啊 不是 我说他的脸跟我 一样漂亮 你都不知道 没看出来 那么黑 什么那么黑 不好看 你的肤色那么黑 不黑 我是最白的一个肤色了 我还是还黑呢 是因为顶着这个妙碎角你觉得我黑 你知道吧 他还有别的头发给你看 你觉得哪个好看啊 从一个女性角度你觉得哪个好看 这个好看吗 这肯定不好看啊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我就喜欢这种高马尾 我也喜欢这个 这么过分的啊 你们在你们在犯人面前有所有的 犯人在那个牢里面吃着耗子 我们在外面做着头发 这个怎么样 这个可好看了 这个怎么样 好看 大光头 这不是我们 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留的发型吗 所以我说好看 那是相当好看 什么眼神 还是这个马尾好看啊 就这个是吧 那换个颜色 这个红色 火红色 我觉得黑色可能会显摆 黑色 这个是黑色怎么样 不好看 还是要红的 还是要红的好看 绿的绿的绿的好绿的好 你这个审美我真的是 绿的好绿的好 红的还可以 但是从上往下看的话这个发型就一般 对吧 你试试绿的嘛绿的绿的绿的 我强烈要建议绿的 我要全景 我强烈要建议绿的 对吧 我强烈要建议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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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抓蛤蟆呢 这里的人口味真重 还把我蛤蟆和老鼠关一起 太过分了 还把人和蛤蟆和老鼠关一起 无暇者索拉鲁斯 传奇的光明圣骑士 也是光明教会现存最年长的成员 他与光明的联系 似乎无限期的连长了他的生命 他冷眼目睹了 人类在享乐和贪婪的道路上 愈发堕落 作为英雄时代的先驱者 他渴望光辉岁月的回归 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 索拉鲁斯的灵魂碎片 我们已经打过了 但是因为人太多太乱了 我们四个人重新打一遍 我是准备用他给的大招来打他 那我也换了大招 咱们都换不一样了 这个堕落天使小姐姐 是小姐姐吗 他没有凶 他是男的 垃圾 对啊 天使没有性别 但是他可以没有性别 但他不能没有性贞啊 你可以是无性别的 但你得有凶啊 开打 这VG可能伤害不高啊 但帅确实 想到一说这个坡 Boss我觉得没有叙手强 如果说我们喝那个大法术要记的话 应该就打100 13050 我叫线了 对M3已经线了 我 那我们怎么还没走啊 他说我身份验证错误 废话我都被提出去了 你以为你躲在外面打不上去啊 你以为 死 堕落天使 降灵 他会把那个无敌盾给去了 看到没有他放了个小绿球 无敌斩 斩敌无数 这个Boss带来的血量压力啊 全部都被这个神圣康星要机给挡住了 他应该设计成我们把抗性药剂吃满 然后他打我们的伤害要和其他Boss 差不多 就是我们才没有吃药剂 巨兽是吧 对 然后如果巨兽打一下我们一大格 100多好几时 他应该在我们吃药球下还打我们这么多 主要是巨兽他是纯存的那个 物理 是啊他没有物理药剂但是有神圣药剂 吸血鬼研究什么药剂都可能 确实 其实鬼的变蝙蝠最终不用研究物理药剂是吧 还有13秒钟我还能再放一个无敌了 再吃我一发无敌斩霸索拉鲁斯 这两秒钟 无敌 打工吗 不给面子呀 索拉鲁斯 都最后一秒了你说你跳起来干啥呢 那么到此的话呢所有Boss我们就全部打完了 虽然说并没有全部展示吧 但是比较重要的都展示过了 索拉鲁斯的灵魂碎片是提高了阳光抗性攻速还有物理攻击力 那么三大buff全部聚齐 我们就要准备开启PVP了 不过我看了一下我们PVP打的数量比较多 场数比较多 而这一期的话已经快接近半个小时了 我们就把PVP内容放到下一期来给大家做 相信我从个人操作角度来看的话 PVP是比PVE好玩的多的多的存在 并且给你提供的乐趣也大了多的多 好的那么还没有点三连的可以点一点了 从头看到现在的各位 余弹幕也可以走一走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